人到四时,前夫出轨了他的小秘书,儿子和小秘书更是亲如母子,你看看你一脸黄斑,又丑又笨,怎么配得上我爸?在父子俩的羞辱逼迫下,我含泪离婚走人,当我拎着破旧的行李箱,踏上出租车的那一刻,儿子背着包跟了出来,妈,你的一千万可是我争取的, 你可不能独吞,公司周年庆,老公搂着他的小秘书花枝雨,在舞池中翩翩起舞,花枝雨散开的红裙落在他的眼里,心里,儿子李牧天端着香槟走过来,耻笑一声,看够了吗?你看看你,一脸黄斑,穿的什么玩意,我要是你,还不如麻溜拿钱走人,我看了看已经十六岁的儿子, 眼泪不由落下来,儿子轻笑一声,端着酒杯迎向下场的两人,儿子和花枝雨碰了一下杯,两人笑语盈盈地说着什么,李牧天不知说了什么,逗得花枝雨眼面娇笑起来,我的老公李仁达宠溺地轻垂了儿子一下肩膀,儿子故作夸张地捂着心口, 哇哇叫着,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一身暗黑裙,默默走了出去,我一人坐在黑暗里,回想着所有,半年前,我收到一条匿名视频,酒店大床房上,李仁达搂着他的小秘书,正坦诚相见, 当我拿着视频质问李仁达时,他只有一句,喝多了,我刚想怒骂几句,李仁达黑着脸摔门而去,随后一周不见人影,等我再听到消息,李仁达居然在外面买了房,安置了花枝雨,一个说着将南普通话,无浓软语的商学院高材生,当时儿子正升高中,关键时刻,我不敢声张, 只能每天晚上压着声音,流泪和李仁达争论,换来的却是他的彻夜不归,等到十二点,两人终于回来了,我抹去眼泪,默然开口道,李仁达,我们离婚吧,李仁达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水杯倒了杯水,李木天三两下换好鞋,拉着他爸去了书房,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出来了,李仁达走到我面前,歉意地说道,巧慧,终是我对不起你,离婚你有什么条件说吧,我摇了摇头,老公没了,儿子也是视力眼,我还争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我伸手抹了抹越来越多的眼泪,儿子不懈地看向我, 妈,你知道生意人最重名誉,你这不是想败坏爸的名声吗,别人不理解他和花姨的感情,已经对爸有很多非议,你现在一毛不要,你让爸怎么在生意圈立足,不知道的, 还以为爸无情无义欺负你这个糟糠之妻,我抬起朦胧的眼,看向一脸纠结的李仁达,我什么都不要也是错,那我这半辈子的辛劳算什么,云平山那个别墅给你了,公司股份你就别想了,给你也不会进经营,给你折个价,一千万也没亏待你,你拿了钱就痛快签字吧,别再来打扰吧, 我苦笑一声,不愧是李家的种,一样的无情无义,李仁达刚想再说什么,李慕天负耳低语几句,李仁达笑着拍了拍他肩膀点了点头,好,儿子,爸听你的,李仁达转向我,故作无奈地说道,既然你也想离,那就明天早上八点,民政局签字吧,李仁达说完,他一声关上门, 进了卧室,我的心也抽搐地疼起来,一签字,我和李仁达就彻底结束了,领我和他是平贱夫妻,白手起家,本以为自己退出生意,能在家做个贤妻良母,没想到人心变得如此彻底,曾经的相互扶持,走到如今的厌恶嫌弃,第二天,我是被儿子叫醒的,他催促着让我上了车, 看着他心急火燎的样子,我的心更疼了,他似乎比他那个花心的爹更急迫离婚,他主动说跟他爸,说跟我怕饿死,我不知道一直孝顺懂事的儿子从什么时候变的,难道狼心狗肺的基因真会遗传,签了字,还有一个月的冷静期, 儿子拎着我的旧包和他爸低语几句,他爸就喜笑颜开地走了,儿子一脸严肃地走到我面前,走吧,我送你去别墅,省得你自己躲哪里哭死,活该一副受气痒,儿子嫌弃地拽着我胳膊,拖着我走向路边,我想赌气正开, 最终没忍心,到了别墅才发现,全部打扫一心,屋里还雇了庸人做饭,看着端上来的精致菜肴,我呆呆坐在餐桌边,礼木天成了一碗海鲜粥递过来,你这一千万里,可有我的生活费,以后你还得按时准备我的饭,我给你请了一个阿姨帮忙,这个钱我出,你可不能客扣我伙食,我接过勺子, 喝了口汤,只觉得苦涩不堪,难以下咽,想到刚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我还是忍不住开口关心道,小天,我和你爸是感情不合离的婚,你不要多想,好好读你的书,礼木天讥笑一声,想什么,说着端起碗喝了一大口粥,我有吃有喝,日子不要太舒服,还多了一个小妈疼我,你以为像你, 八十年代受气的小媳妇,她就那样若无其事地大快朵移着,一时间,我满腹的忧愁,不知怎么消散了一半,吃过饭,礼木天就消失了,我四处看着别墅,新的盆栽,房间都重新布置过,温馨又舒适,躺在宿舍的大床上,阳光暖暖地照进来,日子似乎也没那么难过了, 中午,阿姨给我做了红烧排骨,清蒸大闸蟹,还有一个喜欢的珍珠汤,李仁达海鲜过敏,我都快忘记大闸蟹是什么味了,我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美美地啃了三只大闸蟹,心情都舒畅了很多,晚上,我犹豫着点开了手机,想问问李牧天晚上吃什么, 可过来吃,屏幕闪过视频,林牧天和华之宇林仁达亲密地搂在一起拍了照片,红酒,西餐厅,我抖着手,一遍一遍抚摸着屏幕,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儿子的爱是有的,不多而已,我一个人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静静望着天花板,这二十年的复出,终究是一场笑话罢了, 灯突然亮起来,我遮了下眼睛,眯着眼看到儿子站在床边,儿子一脸嫌弃地望着我,瞧你出息,说着他一下扔一落钱给我,明天去报个瑜伽班,美容院衣服搞起来,过段时间开家长会,你可别给我丢人,领我腾一下坐起来,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会,儿子翻着白眼, 你能不能念我点好,今天大喜日子,我不得去搞点红包 小妈,是白叫的,快起来,我给你带了法国牛排,凉了就不好吃了 儿子拽住我胳膊,把我推下了楼,吃着香辣的牛排,我的眼泪不由流了下来,儿子抽张只笑着递到我面前,怎么当妈的,天天眼泪不要钱似的,我都被你带坏了,儿子握着我的手,认真说道,妈,以后你就好好为自己活一次,钱的事交给我,我是他亲儿子,他不会不给我钱花,你就看好吧。 没过三天,李慕天又拿回十万,我诧异地看着他,李仁达虽然是著名企业家,可也小气得很,一个月也就给我两万块家用,前几天才拿了四万,今天又十万,儿子揽过我肩膀,英语,语文,数学,物理,补课费一共十万,我可是答应他了,期末考试冲进前五十, 我点点头,那你拿去报名吧,儿子拿过五万放到我手上,我决定了,英语语文不报了,我自己学,我着急到,儿子学,习是大事,你不能为了省钱,儿子不耐烦地把钱塞到我怀里,把我往门外推, 好了,相信你儿子的智商,下次月考一定进一百,你的瑜伽美容安排了吗?我可告诉你,如果你不搞漂亮点,家长会我让小妈去了,站在门口,我看着手里的钱,深吸一口气,转身出了别墅,一连十来天,儿子都没来别墅,这天儿子来了,拍一下拍了一个表格给我, 这个是商学院的培训班,你脑子这么笨,去学习一下,也跟着他们见见试面,我犹豫着说道,我都四十了,学着有什么用,儿子立马板起脸,我可告诉你,你不去就算,以后你又土又笨,我生了儿子,只认花之羽那个漂亮奶奶,你可别骂我白眼狼,你自己不争气,我也不能绑着我老婆儿子喜欢你吧, 我一听,立马咬牙点头,去,听你的,儿子满意地笑着,这还差不多,说着趴到我肩膀上,嬉皮笑脸地说道,妈,那里面可都是精英,你不会也像我爸一样,给我带个小爸回来吧,我一巴掌拍过去,臭小子,你妈都多大了,还拿你妈开心,儿子忙跑开,笑着说道, 你现在可是小富婆,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呢,没事,你带回来我也认,看着儿子跑远的身影,我摸了摸口袋,一摞崭新的人民币出现在眼前,我的眼眶不由湿润了,我选老公的眼光确实差,生的儿子却是个宝,学院培训班年轻人居多, 也有不少年龄相仿的,一周下来,大家迅速热络起来,没事组局聚餐,很是热闹,跟着一堆小年轻又蹦又跳,心情都开朗了不少,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听课有点晕,当初的大砖水平,早已经还给了彩米油盐, 儿子拿着我五十分的试卷轻笑着,妈,要不咱们比赛吧,我让你三十分,我翻着白眼,臭小子,瞧不起谁呢,不用你让,下次给你考个九十看看,林为了不在儿子面前丢脸,我全心全意投入到学习中,一时间,离婚的阴霾消失得无影无踪,转眼到了一个月冷静期,李仁达开车来接的我, 我打开车门,才发现花枝雨得意地坐在副驾驶上,姐姐,我身体不好,老李特别给我贴了宝贝专属座位,你不介意吧? 我淡然看着刺眼的宝贝专属几个字,要是换座以前,我肯定勃然大怒,一把撕了下来,花枝雨肯定会躲在李仁达身后,拱火地劝他多体谅我,他受点委屈没什么, 现在,我只想赶快领了证回去上课,课间休息半小时,老王说好的给我讲那道闭考题,哪有功夫搭理他这个闲眼包,我爽快地拉开后车门,催促道,老李,你快点,等会我还有事? 但是,领了证,我急步走了出来,老李忙跟上来,似乎想说什么,身后突然传来花枝雨的哀忧声,仓促回头一看,崴脚了,我痴笑一声,伸手拦了辆出租车,离上课还有二十分钟,也不知道老王可愿意给我讲题目了,都怪李仁达, 你说签了字领了证,还不麻溜走,飞拉着我东扯西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还说一起吃个饭,难不成看我今天穿得漂亮,就想多看两眼,渣男果然见不得穿裙子的, 特别是艳丽的裙子,忙了一天,刚完成作业躺到床上,儿子来了信息,说明天家长会,问我可去,我回了个,你爸去吗?去,有惊喜,我想了想,回了个,有惊喜那我也去看看,对面就寄然无声了,我怅然躺在床上,回想着这半年的点点滴滴,感觉有时候儿子的目光很飘忽, 似乎透过空气,在看什么东西,一言一行,完全透着一股深沉,想到这儿,我不由自责起来,儿子虽然表现得很开朗,可终究才十六岁,离婚还是影响了他,第二天,我起早去做了头发,又换上了长裙高跟鞋,在商学院的这段时间,我算是明白了,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确实能让人赏心悦目,心生好感,看着几个小姑娘,大波浪,杨柳妖,自己都忍不住心旷神怡,儿子看到我,欢快地跑过来,把我带到桌位上,没一分钟,李人打挽着花枝雨也来了,我和李人打挤坐在一个桌上,花枝雨只能气鼓鼓地站在走廊上等着, 这次月考,儿子确实争气,全校九十八名,比上次期末整整进步一百多名,老师特别表扬了李木天,老李还作为优秀家长上台发言,出了班级,李人打骄傲地揽着儿子,又看看我,最终说了一句,巧慧,你今天真好看,谢谢你把儿子教育得这么好, 我苦笑了一下,我和李人打都是失败者,和谈教育,应该是儿子带我成长,教育了我,儿子调皮地搂着他爸,老李,你儿子今天给你争面子了吧,还不表示一下,说着眨着眼,把手伸到李人打面前,李人打好笑地看着儿子,一边拉开皮包,一边蹭骂道,臭小子,真是小财迷, 李人打刚拿出一摞钱,准备数一些,儿子一把拿过来,还数啥,我拿着再去报个奥数班,争取下次考个五十名,李人打看着空空的手,好笑又好气地拍了一下儿子的头,行,只要你小子争气,要命老子都给,爸,可是你说的,期末考五十名,你给我买辆车吧,就宝马吧, 零五,让我妈开着,天天给我做饭送学校来,学校饭营养不行,话印刚落,花枝鱼赶了过来,小天,阿姨也可以给你送饭的,就不用麻烦再买车了,儿子眯眼瞅了瞅花枝鱼肚子,笑咪咪地说道,小妈,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赶紧给我生个弟弟, 我爸生意越来越好,以后我没个帮手怎么行,我爸可说了,只有你生了李家的孩子,他才和你领证,花枝鱼脸色难看起来,手不由俯上肚子,老李,你真正想的,眼见两人撕扯起来,儿子拉着我,快速消失在人群中,回到家, 我拿出钱一数,两万二,看着在奋力刷题的儿子,我的眼眶湿润了,是该我撑起这个家了,二十年前,口袋里总共没有一百块,我和李仁达从摆地摊照样开了贸易公司,为什么现在我就不能再来一次,最起码我现在有一千万资金,我和李慕天说了自己的想法,李慕天严肃地看着我,妈, 你想做生意我不反对,但一定要看清瞅准,就像找对象,要谋定儿后动,看着一本正经的李慕天,我扑斥一笑,还找对象,谋定儿后动,你找过几个呀? 儿子眨巴眨巴眼,撇着嘴说道,就你找对象,那眼光实在不行,生儿子还行,我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臭小子还真能给自己脸上 贴金,最后儿子出谋划测道,你既然做过贸易,不如和补习班里同学讨论一下这方面的市场,他们可都是精英,眼光自然眉地说,我脑海中不由浮现一个人,憨厚的笑容,胖胖的身材,他也是做贸易出身,第二天,我利用客间和老王说了自己的想法,老王立马举双手赞成, 表示自己可以免费当秘书,老李也是做贸易出身,只不过现在儿子大了,公司就交给儿子媳妇打理了,自己在家闲着无聊,才报的商学院补习班,来感受一下新知识,经过我俩的考察协商,一致决定从社区平台开始,用户虽然不多,用量也小, 不过盛在稳定,货源更不用担心了,老王熟悉得很,在我和老王没日没夜的整合下,居然跑下了方圆五公里,三十多个小区,每个小区建立了专属网络购物平台,由于对商品质量把控严,售后服务好,很快平台有了回头客,虽然挣钱不多,但顾客迅速稳定下来, 有的顾客甚至指明让我带买一些东西,正当我这边忙得昏天黑地时,李仁达打电话联系了我,李仁达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什么事,就是回忆一些从前的时光,说想我做的梅菜扣肉了,我的思绪也被他带回了以前,那时,我们没有钱,会经常腌制咸菜,吃不完就晒成梅干菜,冬天, 配上自己做的大肉,上锅蒸成梅菜扣肉,李仁达能干两碗大米饭,可惜,他早已嫌弃梅干菜的臭脚鸭子味,喜欢上了甜腻香醇的九心蛋糕, 零梅过两天,李仁达又请我吃饭,还派人给我送来了九十九朵玫瑰花,纸条上留言, 老婆,我错了,请原谅我吧,我好笑地看着玫瑰花,做错了事,一束花就能赎罪吗?玫瑰何其无辜,承担下所有的虚伪自私卑鄙,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还是比较了解李仁达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良心发现,内心愧疚, 我找曾经的朋友打听了一下,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花之宇自作主张,高价买了一匹丝绸, 谁曾想货发来,全是没班,李仁达找对方理论,人家拿出合同,写明了,货物存在一定瑕疵,原来是花之宇自己拿了大回扣, 奈何花之宇又哭又闹,死不承认自己拿了回扣,李仁达也只能打落牙齿网渡李燕, 公司几个老客户见李仁达游着花之宇胡闹,怕出纰漏,干脆断了合作, 本来离婚我,带走一千万,现在接连损失,短短三个月,公司资金就入不敷出, 李仁达所有的毁过殷勤不过是冲着我的一千万来的,甚至还有可能想拿回别墅, 这套别墅也值大几百万呢,这一刻, 我由衷地感激儿子,如果不是我及时抽身,还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这对烂人在泥塘里翻滚呢, 当时,或许是儿子的激将,也或许是他觉得自己能力超凡, 不差那点钱,也或许是他想尽快摆脱我这个黄脸婆, 好和他的小情人日夜颠倒,所以才爽快地给了我, 现在,他小情人闯了祸,听什么又想让我这个前妻填补窟窿, 世上有这么离谱到家的事吗? 我小看了李仁达的厚脸皮,我不接他电话,他就死守在别墅门口, 李仁达一个人落魄地徘徊在门口,看到我立马眼睛亮起来, 他搓着手,局促地说道,巧慧,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本想着拒绝,李仁达忙紧张地解释道,就是吃个饭, 聊聊儿子的事,我点了点头,李仁达立马打开副驾驶车门, 我看着宝贝专属几个字,莫名笑了笑, 李仁达迅速弯腰,探进车内,一把撕下字条, 揉俩下扔进垃圾桶,李仁达选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特色餐馆, 古朴典雅的红木家具,舒缓优雅的音乐, 这还是李仁达第一次带我来这种地方, 以前也就小区附近炒几个菜或者吃个火锅什么, 那样我已经很开心了,一家人在一起, 吃什么对我真的不重要, 李仁达慌忙,给我介绍着特色菜, 我缓缓合上菜单, 李仁达,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很忙,李仁达吞吞吐吐,半天才说道, 巧慧,我公司遇到点事, 你看能不能借我点钱过渡一下, 我转了转手上的杯子,一字一字说道, 不行,李仁达脸上闪过落寞, 依然不死心地说道, 巧慧,你就帮我一次, 我这次缓过手, 以后挣钱都给你和儿子, 你想想,我就小天一个儿子, 我挣钱不给他给谁, 我目光微动, 这话他还真没说错, 他要真去要饭, 还真拖累儿子, 我点着桌子沉思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李仁达眼巴巴地看着我, 你现在差多少钱能补上窟窿, 李仁达愁出片刻, 咬牙说道, 一千两百万, 领我倒吸一口气, 公司每年利润都几百万, 公司虽然没有上亿资金, 也是流水正常, 这还不到一年, 公司居然亏损这么严重, 花枝雨难道吃钱呢? 李仁达骚眉搭眼说道, 你知道, 现在大环境不好, 贸易根本没市场, 我冷冷看着李仁达, 如果再由着他这样折腾, 不出半年, 估计就要倒闭了, 公司也有我的心血, 也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沉思良久后, 果断说道, 李仁达, 我可以拿出一千万注入公司, 不过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退出公司, 由我担任公司, 法人全权负责, 你放心, 等儿子十八岁, 我会把公司交给儿子, 李仁达脸色突变, 勃然大怒, 江巧慧, 你好毒的心, 居然想侵吞我的公司, 你的钱不都是我给的, 凭什么公司给你管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李仁达, 一个破壳公司而已, 真当我稀罕, 只要我愿意, 要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贸易公司, 我懒得和李仁达掰扯, 拎包下楼, 没过一个月, 爆出一条大新闻, 李仁达把花之宇打住院了, 原来, 花之宇挪用公司货款, 仗着自己怀孕, 死活不拿出来, 两人最终闹到对不公堂, 花之宇让李仁达拿出五百万给他, 要不然就让他把牢底坐穿, 扬言, 将巧慧一个黄脸婆离婚, 都拿了一千万, 还有别墅, 我一个青春美少女比他差哪了, 少给我一毛钱, 我就去税务局工商局举报你, 我听后乐了, 李仁达要知道他现在卖这么贵, 恨不得把脱了的裤子再提上来, 我不知道后续故事, 每天和老张看货, 发货, 联系新客员, 忙得四脚朝天, 这天, 消失了的李仁达又出现了, 而且是堵在学校门口, 李仁达胡子拉叉, 眼睛透着血丝, 似乎几天没合眼了, 李仁达见到他, 戏谑地说道, 爸, 你这状态可不行啊, 怎么老气横秋的, 这离了我妈好像一下老了十岁, 李仁达尴尬地搓着手, 你妈最近气色确实不错, 年轻了许多, 李仁达慢条斯理地 看着李仁达, 说着戳心窝子的话, 爸, 我小妈呢, 你就穿这样出门, 也不知道给你收拾一下, 爸, 我小妈又漂亮又时尚, 不像我妈就知道扫地做饭, 眼光自然是不错的, 你这衣服不会是 她给你选的怀旧疯吧, 李仁达本来脸上还撑着笑意, 这下彻底笑不出来了, 只能尴尬地捏诺着, 儿子快速地扒了我带的饭, 抹了抹嘴巴, 傅尔道, 妈, 爸这是想和你和好呢, 你不会心软吧, 我试探地看着李牧天, 毕竟他判给了他爸, 如果他真想让我和他爸和好, 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 儿子揽住我肩膀, 咧着嘴笑道, 真是蠢得可以, 难怪会被人卖了, 从离婚那天, 你只是你自己, 你应该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优柔寡断, 瞻前顾后, 你自己幸福了, 你关心的人才幸福, 听着儿子稚气又成熟的话, 我捂着嘴忍住眼泪, 拼命点了点头, 儿子走后, 我让李仁达带我去了公司, 公司里冷冷清清, 只有保安纪大业和几个老人, 好多员工见公司出事, 已经离职寻了新出路, 看着破败的律职, 凌乱的办公室, 我心狠了狠, 是该主动出击了, 领我拿出手机, 打了公司律师电话, 十分钟后, 律师拿着合同来了, 李仁达,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签字转让了全部股份, 我拿出一千万来给你评价, 如果你在执迷不悟, 毁掉的不仅仅是你二十年的心血, 你就等着坐牢吧, 李仁达的如意算盘, 我清楚得很, 不过是想, 我拿钱来渡过难关, 他还把持着公司的大权, 以前或许他有几分能力, 现在就凭他酒色掏空的脑袋, 我真不敢把身家压上去, 李仁达看着合同, 纠结着, 巧慧, 你看能不能在公司给我安排一个副总干, 你放心, 我什么都听你的, 副总, 我的脑海中, 不由浮现老王胖乎乎的脸, 不行, 我已经有了安排, 通过这段时间的合作, 老王不仅为人踏实, 而且在贸易方面, 人脉资源都很广泛, 最关键一点, 纵使有了千亿身家, 依然很低调朴素, 僵持半个小时后, 李仁达最终不情不愿地在合同上签了字, 当老王看我拿回的合同, 不由诧异地张了张嘴, 最终叹口气, 巧慧,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老王虽然不赞成我收了这个破壳公司, 还是陪着我开始积极投入到策划中, 经过我俩的分析, 决定先缩减业务, 一些后期扩展的钢材业务就暂时停了, 再召回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员工, 重新以生活品开始, 等我和老王把公司捋顺, 已经到了期末, 这一次, 我差点惊掉下巴, 李牧天居然真的冲进了前五十, 特别是英语, 居然考了全班第一, 老师拉着我上台分享育儿经验, 我红着脸羞愧地站在讲台上, 一路走来, 使儿子让我逆袭翻盘, 风生水起, 哪里是我教育他, 是他教育了我, 出了校门, 老师的话还回响在耳边, 牧天同学照这样保持下去, 九八五绝对没问题, 我晕晕乎乎地让儿子牵着我的手上了车, 儿子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妈, 你能不能拿出女强人的气势, 就这点成绩就飘了, 我要考个清华北大忧, 你还不得激动地晕过去, 我呵呵傻笑着, 儿子, 晕过去也值, 换来儿子的两个大白眼, 公司开始运营后, 我给李仁达安排了一个看仓库的活, 李仁达中了协议班, 学起了小年轻的招数, 每天不是鲜花, 就是爱心便当, 还肉麻地写起了情诗, 亲爱的会, 花有开, 月有缺, 你却永远开不败, 看着他别脚肉麻的纸条, 我赶忙把花和卡片扔进垃圾桶, 我天天忙得脚不粘地, 也没工夫和他争辩, 就是辛苦阿姨倒垃圾了, 这天, 我正和老王在办公室看一份合同, 由于客户回馈数量不对, 我俩就对着电脑, 一笔一笔核算着, 李仁达突然闯了进来, 一拳掏在老王脸上, 猝不及防, 老王一个猎且跌坐到地板上, 捂着腰趴在地上, 李仁达目字剧烈地指着老王, 你个老色呸, 离巧慧原点, 她是我老婆, 我慌忙扶起老王, 关心地询问着, 李仁达看我扶着老王要离开, 立马委屈地堵到我面前, 巧慧, 我才是最关心你的人, 他就是吐你钱的, 你别上他当, 我好笑地看着李仁达, 从和老王合作以来, 老王没拿一分钱, 还给了我很多资源, 凭老王的身家, 需要吐我这三瓜两枣吗? 我把手机戳到李仁达脸上, 你看看他是谁, 还吐我钱, 领李仁达看着杰出民营企业家的介绍, 呆愣在原地, 老王一直比较低调, 所以公司的人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帮我打杂的, 李仁达嘟囔半天, 最终来了一句, 就算他不吐你钱, 也是吐你色, 对, 他就是想骗色的, 我忍不住吃笑起来, 色, 李仁达, 在你眼里, 我不就是一个人到中年的黄脸婆吗? 有色可图吗? 李仁达张了张嘴, 底气不足说道, 那是我以前眼瞎, 你现在又漂亮又有韵味, 我一把推开李仁达, 扶着老王往医院赶去, 路上, 老王忍着额头的汗水, 握着我的手, 结结巴巴说道, 巧慧, 其实他没有说错, 我真就是涂色, 看着老王憨厚紧张的脸, 我也紧张起来, 连忙和司机打岔, 晚上回来, 儿子正等在客厅, 妈, 今天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我疑惑地看着儿子,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儿子拉过我的手, 妈, 你和王叔如果真互相喜欢, 就在一起吧, 这样爸也就彻底死心了, 我不放心地追问道, 儿子, 那是你爸, 你同意, 儿子认真地看着我, 妈, 他没有管住自己, 犯下了错, 就要承担后果, 你只要活好自己就行, 你幸福, 我就幸福, 看着儿子坚定的脸庞, 小小少年, 表情坚毅, 身姿挺拔, 我的小小少年已经长大, 一个月后, 我和老王举行了婚礼, 儿子说得对, 我才四十, 错一次而已, 更应该鼓起勇气, 追逐自己的美好人生, 翻外, 礼目天天, 上一世, 我被爸爸和小妈哄着, 抛弃了爱我如命的亲妈, 选择了跟爸爸, 刚开始, 小妈对我还算殷勤体贴, 后来她生了个儿子, 她开始怂恿爸爸, 让我去住校, 因为婴儿不喜欢吵闹, 除了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 我没有再回过家, 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爸爸越来越看我不顺眼, 直言我随了我亲妈, 又懒又蠢, 后来我实在读不下去, 从学校偷偷跑了出来, 我偷偷去看了妈妈, 她一个人在面馆端盘子, 脸上都是愁苦的皱纹, 那时, 她被我伤透了心, 赌气净声出户, 她给我下了一碗香喷喷的面, 流泪说自己没本事, 对不起我, 可我那个有本事的爸, 却对我气如碧驴, 那天, 一辆车冲我及时而来, 我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高二那年, 葬礼上, 爸爸笑着和来人握手寒暄着, 一旁的弟弟顽皮地把玩着我的遗照, 小妈更是光彩照人地惋惜着我的英年早逝, 只有妈妈静静地坐在水晶棺前, 一滴一滴落着泪, 这些泪最终把她淹死在深秋的那条小河里, 再睁眼, 我回到他们争吵的那个晚上, 妈妈还妄想着挽回爸爸, 挽回这个自离破碎的家, 她一遍一遍, 求着爸爸, 念着当初的情谊, 念着我的学习, 我一脚踢了被子, 重活一次, 心软这个毛病得治, 儿子也可能是白眼狼, 何况老公, 我一次次羞辱她, 刺激她, 当着小三的面说她又土又丑, 我和爸爸陪着小三公然出双入队, 扮演着母慈子孝的感人画面, 她终于死心要走了, 我给她争取了她应得的钱, 本来爸是不同意的, 我只说了一句, 爸, 你觉得钱给她, 就她那窝囊样, 她能守住吗? 还不是都给我, 你还落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名声, 爸果然相信我了我的话, 因为那时我是她唯一的儿子, 对她的苟结举双手赞同, 我提前让人打扫了别墅, 把她安置在那里, 我想方设法从爸那里捞钱, 只想弥补上一世对她的亏欠, 妈妈其实很聪明, 只不过太顾佳, 才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我所做的一切她都看在眼里, 我给她报了学习班, 在我的激将下, 她果然重拾了信心, 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最后收购了爸的公司, 让她去当个仓库管理员, 当妈犹豫着问我想法时, 我知道她心软的毛病又犯了, 我只说了一句, 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 看着婚礼上自信大方的妈妈, 和对她呵护有加的王叔, 我笑了, 这个白眼狼的名声, 我是当定了, 不过一切都值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中秋节, 老公生意很忙走不开, 我带着女儿提了月饼回娘家, 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简单的月饼, 其实我在里面放了娘家人, 一直心心念念想要的东西, 我就是想给爸妈一个惊喜, 让他们开心, 可是, 当他们看到我手里 只有一盒月饼的时候, 脸色迅速垮了下来, 嫂子张倩上下把我打量了一个遍, 却认真的只有一盒月饼后, 讥讽地说, 苏瑶, 你出去看看, 谁家女儿中秋回娘家 只带一盒月饼的, 丢不丢人, 亏你们家还是做大生意的人, 果然别人说得没错, 真是越有钱越扣, 她说着还对着我拍了个照, 迅速发到朋友圈, 不要脸的小姑子回家过中秋了, 全身上下就一盒月饼, 真是好意思啊, 嘖嘖嘖, 我气得要死, 直接不想看她, 这个嫂子从来都见不得我, 每次回家不给她买几千块钱的东西, 她都要甩脸色, 我从来都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 怕她给我妈气受才妥协, 所以这次, 虽然有气, 我准备的礼物里面依然也有她的一份, 甚至她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让女儿去楼上找她表哥玩, 可是张倩马上堵在楼梯口, 别去打扰我儿子, 小气鬼声地赔钱货, 她太失利眼了, 以前我给她买东西, 她就高高兴兴地让女儿和表哥玩, 走的时候还问什么时候再来, 可这次, 她没看到我的东西, 就连楼都不让女儿上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叫住了女儿, 走, 我们去看看外婆, 我以为我妈不会像张倩那样, 可没想到她也是反复问我, 真就只带了一盒月饼, 我点头, 想着等下吃完饭开月饼的时候, 她一定会很惊喜, 可是她得到我的答案之后, 比张倩的脸还要黑, 用手指戳着我的脑门, 怎么这么蠢, 今天什么日子, 中秋节啊, 你就这么空手来了, 让你大哥大嫂, 心里怎么想, 你让我和你爸的面子往哪搁, 我很奇怪了, 妈, 难道我回娘家, 就一定要大包小包, 几千几万的花钱才可以吗, 不然我连家都不能回了, 她接过我手里的月饼, 嫌弃地丢在地上, 说你没脑袋, 还真是没脑袋, 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 就是走亲戚, 你走亲戚不带礼物啊, 好意思, 她开始给我讲我那些表姐堂妹们, 你堂姐, 人家给她妈和大嫂一人买了一个金镯子, 你表妹, 给这儿买了苹果电脑, 你说说他们嫁的是什么家庭, 你嫁的什么家庭, 结果你什么都没带, 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我看了看地上的月饼盒, 刚想说, 其实我带的东西比那些金镯子, 苹果电脑贵多了, 大哥苏哲提着几只大闸蟹进来, 摇摇回来了呀, 正好, 一会儿吃大闸蟹, 这个可贵了, 几十块一只呢, 张倩马上从她手里抢过螃蟹, 放进桶里, 提到了自己的房间, 你发财了还是中彩票了, 居然买这么贵的东西, 钱多烧得慌吗, 大哥有些莫名其妙, 这不是每年中秋都会买的吗, 反正这些也不用我们出钱, 你急什么, 张倩放好了桶, 关上她房间的门, 然后气冲冲地踩了大哥一脚, 你买的怎么不是你出钱, 你在放什么狗屁, 大哥马上找到我妈, 亮出了手机二维码, 妈, 十二只, 一共四百八十块, 快点给我, 我妈不动, 张倩又踢了我哥一脚, 你ESB吗, 妈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 你找她要跟找我要有什么不同, 哦, 我听出来意思了, 我妈也迅速推了我一下, 赶紧给你哥两千, 别让他难做人, 不然等下又要吵架, 要是换做以前, 我二话不说就给了, 哪年的大闸蟹不都是我自己买来的, 可是今天, 我突然就不想给, 我累了, 我的钱也是自己和老公辛辛苦苦赚来的, 不是大风刮来的, 虽然说我们一年也能赚个几百万, 但这也不是他们随意索取的理由, 我妈见我也是半天没动, 她急了, 直接说出了口, 赶紧把钱给你哥呀, 这大闸蟹本来就是该你买的, 往年你都自觉买回来, 今年让你哥去跑一趟, 你还不给钱, 真是不懂事, 我真的很伤心, 妈, 大闸蟹四百八十, 你要我给两千, 凭什么, 她拼命朝我眨眼, 叫你给就给, 哪里来那么多废话, 你什么都不带, 空手就来了, 这一大桌子菜都不要钱吗, 你就白吃了, 我越听越难过, 越听越觉得自己不值, 就因为我嫁出去了, 回娘家吃个饭, 就都要给钱了, 以前我每次主动给, 他们没有机会要,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多想过, 今天我是真切体会到了, 嫁出去的姑娘, 回娘家的路事用钱扑出来这句话的含义了, 他们都看着我, 等着我给钱, 我看了看窗外圆圆的月亮, 深呼吸一口气, 算了, 就给他们最后这一次, 月饼既然他们不要, 那里面准备的惊喜, 也不用给他们了, 那些可以值几百个两千, 不知道他们知道后会不会后悔, 大哥收了钱, 全家人的脸色才稍微好一些, 张倩继续刷手机, 女儿在客厅看电视, 我妈叫我去厨房给她帮忙, 从来都是这样, 张倩当大爷, 我回家就必须什么都做, 不然就是不懂事的小姑子, 要放在网上讨伐那种讨厌的没有边界感小姑子, 我妈一边炒菜, 一边教育我, 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还是不懂事, 以前你回来都带东西, 虽然不多, 但总是带了, 这次真的很过分, 一盒月饼是想打发谁, 她说, 我以前带的不多, 哪次不是几千几万的带, 居然还说不多, 我是不是要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回来, 你们才满意, 她头都没回, 你在说什么, 我们是这么贪心不要脸的人吗,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家有钱, 一年大几百万, 让你给个几十一百万娘家, 我们有错吗, 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你要记住, 我才是生你养你的妈, 你是吃这个家里饭长大的, 你该报答的是我们, 对, 她一直这么对我说, 一直这么教育我, 我也一直认为她说得对, 所以我尽量帮他们, 给他们买东西, 给他们花钱, 张倩儿子从出生开始的衣服鞋子, 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都是我在花钱, 她从来没有感谢过我, 反而总是一副看不上的样子, 呀, 这些衣服也太普通了吧, 看着就很廉价, 苏瑶, 我儿子可不能穿这些垃圾, 过敏了你负责, 这奶粉也是, 人家都是一两千一罐, 你给我儿子喝三四百一罐, 你怎么这么歹毒, 你是见不得我生了儿子吗, 那次我一甩手, 那我不买了, 以后你们自己买, 她闭了嘴, 但是转头, 就在晚上吐槽我是个小气的姑姑, 给孩子买东西都不舍得花钱, 饭菜上桌, 张倩坐在主位, 爸妈在两侧, 我和女儿坐在最后, 女儿刚伸手去拿大闸蟹, 张倩就瞪了她一眼, 我妈连忙用筷子打女儿的手, 怎么那么馋呢, 你妈没教, 你在别人家里要懂规矩吗, 主人给你吃你才能拿, 知不知道, 女儿不懂, 她眨着大眼睛问, 外婆, 这不是我妈的家吗, 怎么是别人家里, 同言无忌, 我妈一时竟然找不到话语来反驳, 只是给她的大孙子 加了三只螃蟹, 张倩给自己也加了三只, 盘子里面还剩下六只, 我爸两只, 我哥两只, 我妈看了看我, 给了一只, 最后她自己一只, 不管多少, 大家都有, 可只有女儿盘子空空, 她很委屈。 大哥见状尴尬地一笑, 呀, 买的时候忘记安安了, 就没买她的份, 女儿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突然就来了气, 要我出钱的时候都看着我, 吃的时候反而没有我女儿的份, 太欺负人, 我直接就把折的盘子端到了女儿面前, 吃吧, 这些都是你的, 张倩发飙了, 站起身就来抢, 我一筷子给她打过去, 这是我买的, 凭什么不能给我女儿吃, 张倩尖声大叫, 你放什么屁, 这是我家, 还敢抢我儿子的东西, 你脑子里面装的是石吧, 我直接让女儿端着盘子去茶几上吃, 免得看到这些神经病没胃口, 张倩怎么愿意呢, 她踩了我哥一脚, 我哥连忙把她的两只给了折, 吃我的, 吃我的, 张倩一个巴掌甩给她, 你这个窝囊废, 老子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该争的不争, 该要的不要, 我妈看张倩发了火, 她二话不说, 先是把我的那只赶紧给了折, 然后走到茶几上, 抢走女儿的三只螃蟹, 甚至还有一只女儿, 已经吃了一半, 都被她抢走, 女儿吓得眼泪直流, 我不喜欢外婆, 我一点也不喜欢外婆了, 我妈黑着脸, 我自己有孙子, 要你喜欢, 滚, 滚回你自己家, 别在我家蹭吃蹭喝, 她说我女儿蹭吃蹭喝, 这些钱全部都是我出的, 最后居然是我们蹭吃蹭喝, 我疯了, 第一件事, 马上打电话给老公, 让她赶紧来, 先把女儿接回去, 然后, 我平静地看着桌子上 抢螃蟹胜利的几个人, 他们大快朵頤, 丝毫没有想起 还有另外两个人, 只能看着他们吃, 我问着, 这大螃蟹好吃吗? 她摇头晃脑地点头, 嗯, 嗯, 我笑了, 好吃, 那你们就自己买去吧, 我起身后退, 一把掀翻了整张餐桌, 所有的好酒好菜, 全部倒在地上, 螃蟹钓得到处都是, 大龙虾被我踩在脚底, 牛肉排骨倒在大哥身上, 鸡汤最成功, 全部倒在了张倩新做的头发上, 大哥和我爸最喜欢的茅台酒碎了, 酒洒在地上, 是真香, 果然贵, 还是有道理的, 哦, 这酒依然是我买回来的, 大哥慌忙, 去抢酒瓶子, 没注意被玻璃渣子刺进手掌, 痛得哇哇大叫, 张倩手忙脚乱地整理她满是鸡肉渣子的头发, 气得跳脚, 苏瑶, 你疯了, 你真是疯了, 看老子怎么打死你, 我妈还趴在地上捡那几只大闸蟹, 作孽啊, 这么好的东西, 上千块的韭菜就被你这么掀翻了, 苏瑶, 你到底在发什么疯, 发疯, 我可没有, 我拍了拍手, 淡定地说, 我花钱买的菜啊, 我买的酒我买的螃蟹啊, 既然我自己女儿都吃不到, 那我花这钱有什么意思, 都别吃了呗, 我妈伸出手就要来打我, 我后退了一步, 她一脚踩在油腻的鸡汤上面, 自己摔了个狗吃屎, 躺在地上起都起不来, 腰, 我的腰断了, 呵呵, 我看都不看她, 断了就断了吧, 我一个外人, 不要管那么多, 我转身就走, 我把一个破碗摔到我面前, 你反了呀, 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转身就走, 你胆子大得很啊, 我依然没理她, 把一直放在角落里面的月饼递给她, 这和月饼, 你们还要吗, 她还没说活, 我那躺在地上说腰断了的妈, 一脚把月饼踢到了门外, 滚, 谁要你的破月饼, 我自己买不起吗, 就这么打发你妈, 告诉你, 今天你在这里发疯, 不留下个十万二十万, 休想离开, 我扯了一下嘴角苦笑, 我的妈妈呀, 你倒是出去看一眼, 月饼盒里到底有什么呀, 屋子里面一片狼藉, 张倩恨不得现在打死我, 她指挥我哥, 你动不动手, 我们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你还是不动手的话, 我就跟你离婚, 你跟她去过吧, 大哥吓得连忙朝我走来, 伸手要打我, 苏瑶, 真是你太过分了, 怪不得我, 我灵活地躲开, 顺手就捡起地上的碎酒瓶, 一下对在她的喉咙上, 到底谁过分, 这么多年, 这个家是不是靠我, 爸妈养老你出过一分钱吗, 你儿子从出生到现在, 出过一分钱吗, 你每天除了打游戏, 就是看手机, 你老婆除了逛街买东西, 也是看手机, 出钱出力都是我, 你现在说我过分, 来, 仔细一点, 一条一条, 一句一句说我哪里过分了, 她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来, 因为她根本反驳不了我, 张倩见她站不到一点上风, 一脚踢开她, 苏瑶, 你简直目中无人, 我今天就替你大哥好好教训教训你, 可是她的手还没伸过来, 我先一个巴掌给她扇了过去, 想打我, 看谁打得过谁, 她猛了一下, 马上呼天枪地, 你打我, 你提案的居然敢打我, 苏瑶, 你死定了, 我妈见张倩被打, 腰也不痛了, 腿也不哆嗦了, 一下从地上爬起来, 孽种, 赶紧跪下给你大嫂磕头道歉, 不然你就永远别想再回这个娘家, 我没笑死, 就这个娘家, 还值得我再回吗? 我根本不想多看她们一眼, 刚好老公车来了, 我把女儿放到车上, 老公什么都不知道, 还打算下来打个招呼, 解释一下没来吃饭的原因, 我直接告诉她, 不必了, 这个家, 以后我们都不必来了, 张倩恶毒地指着我骂, 我妈痛心疾首, 苏瑶啊苏瑶, 当初我就不该生你出来, 真的不该, 你看看这个家被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大哥指着老公骂, 你这个女婿是怎么当的, 老婆回娘家过中秋, 你连个像样的礼物都不准备, 让她提着和月饼就来, 你不嫌害臊吗? 你这么大个男人有脸吗? 老公被骂得莫名其妙, 老婆, 你不是给大哥他们买了房子, 说今天晚上给他们惊喜的吗? 静止了, 一切都静止了, 对面几个人都瞪大眼睛, 面面相去, 好一会儿之后张倩才尖叫出声。 啊, 瑶瑶, 你真的给我们买房子了, 哈哈, 也不叫我苏瑶了, 也不叫我见人小气鬼了,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就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看他们怎么变脸, 我妈马上变成了一个 慈祥善良的老母亲, 她抓着我的手, 我的儿啊, 我就说你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 你过得这么好, 这么有钱, 怎么会忘记我们呢? 你那些堂姐表妹什么的, 他们怎么能和你比? 我笑了, 不是说他们又买金镯子, 又买苹果电脑, 就我给你丢人了吗? 怎么, 现在我又比他们强了? 我妈尴尬地笑笑, 那都是妈开玩笑的, 怎么了? 跟妈还生气呀? 可不行啊, 赶紧告诉我们, 房子买在哪里的, 贵不贵, 全款还是贷款, 买得多大, 张倩也激动了, 对对对, 最主要是不是学区房, 你大哲儿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我们正头疼这事儿呢, 他们好像已经全部忘记了 刚刚发生的所有事情, 甚至不记得 他们前几分钟还要打死我, 现在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房子身上, 我示意我妈, 妈, 你看看那盒月饼, 她依然瞧不起, 那有什么好看的, 我知道你是好心, 惦记我们, 但是你先告诉妈, 房子买在哪里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把月饼打开, 先尝尝好不好吃, 她见我坚持,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好, 你想让妈尝尝, 妈就领你这份情, 去尝一尝, 她依然是带着嫌弃, 可是打开盒子的那一刻, 我看到她表情的微妙变化, 她手指哆嗦着, 拿出一份合同, 脸上全是惊喜, 甚至是狂喜, 她看了我一眼, 然后迅速地拿给张倩, 儿媳妇, 快, 快看看这是不是购房合同, 张倩比她还要兴奋, 祥和花园移动一千六百零一, 妈, 老公, 你们来看, 祥和花园啊, 就是最好的实验小学片区, 就在小学对面, 出大门就是学校, 旁边还有中学和高中, 我妈激动得差点站不稳, 那我们住在这里, 小军上实验小学就稳了是不是, 大哥赶紧抽根烟压惊, 当然啊, 这是学区房, 妥妥的学区房, 全是最贵的学区房, 几百万才买得到, 他们一个比一个兴奋, 恨不得当场喝下几杯庆祝, 我妈连忙拉着我的手, 走, 现在马上带我们去看看, 这么好的房子, 我大孙子上学有着落了, 我就说我生这个女儿绝对没错, 就是能干, 好啊, 可以啊, 他们这么高兴, 我不带他们去不是扫兴吗, 而且带他们去看看, 也可以让我高兴, 我让老公先把女儿送回去, 然后带着他们一家人, 去了祥和花园, 一路上他们都激动地搓手, 每个人的表情都透露着掩盖不住的兴奋, 这房子真的很好, 我已经买了几个月, 甚至我连装修都帮他们搞好了, 现在放一年, 明年小军上学直接住进来就行, 所有的材料, 家具我都挑最好最贵的买, 房里没有一点甲醛的味道, 所以他们现在看得不知道多么满意, 张倩第一个跑去主卧, 在大床上一趟, 习惯性地挑刺儿, 嗯, 还行, 就是有点太软了, 不过就算了, 我这人不挑, 将就一下, 我妈全屋转了一圈之后, 也在刺卧躺着, 哎, 我这房间就是小了点, 还没有厕所, 总归还是有点不方便, 张倩走了过来, 一把扯起她的胳膊, 起来, 起来, 这是我儿子的房间, 你们两个老东西, 怎么配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面, 我妈不高兴了, 三个房间, 我们怎么不能住一间, 张倩斜着眼睛瞄了她一眼, 三个房间, 我和苏远一间, 小军一间, 到时候我娘家妈还得一间, 你说哪里够住得下你, 我妈猛逼了, 你妈来, 当然了, 有房间了, 就让我妈来带带小军, 我也顺便给她养老, 不是一举两得吗, 我妈眼神黯淡下来, 那, 我和你爸呢, 小军一直是我们带大的, 我们也要养老啊, 张倩看了看我, 你去苏瑶那里呀, 她是你女儿, 当然找她去养老, 再说了, 这里只有三间房, 要怪也只能怪你女儿没大的本事, 买不起四房, 不然我就把你留下来了, 我妈真的马上转头责怪我, 就是, 你反正都花了钱, 为什么不买个大一点的房子, 这么小气把了, 扣扣搜搜的, 多买一个房间你会死, 颠婆, 一对颠婆, 她以为买一个房间, 就跟买一棵白菜一样那么简单吗, 他们一分钱不出, 就出一张嘴, 简直是笑话, 我让他们看, 让他们去争, 因为最后, 他们谁都争不到, 我妈最后妥协了, 说她要来跟我住, 我就去摇摇那里住, 反正她那里也是别墅, 住着比这还舒服, 就是不能天天能看到我的小君啊, 我舍不得她, 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自信, 以为他们说什么我都会答应, 做什么我都会支持, 后来我想, 可能是以前对他们太好, 太顺从了, 给了他们错觉, 我妈还在埋怨我, 全都怪你, 那么多钱, 怎么不直接买套别墅给我们所有人住, 你自己就知道住大别墅, 给我们就买个小三房, 说起来, 还是你没把我当回事, 我呀, 还是白生了你哦, 我真是受够了, 这个永远只有指责只有, 不, 只有贬低的妈, 买这么贵地段这么好的房子, 她居然还有怨言, 我知道,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她满意, 所以, 我也不跟他们装了, 该摊牌了, 这套房子是很好,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看, 合同签的是谁的名字, 他们都愣了一下, 然后张倩迅速地去看购房合同, 突然她就大声尖叫, 啊, 苏瑶, 这上面的名字是苏瑶, 老公, 你好好看看, 是苏瑶的, 苏远也接过了合同, 他们都看到我苏瑶的名字, 清清楚楚地写在合同上, 不过苏瑶倒是反应没那么大, 这都是小事, 到时候让阿瑶把名字改一下就行, 她买房的时候要付钱, 肯定只能写她自己的名字, 是不是, 阿瑶, 是啊, 我点头, 他们都松了一口气, 我妈又开始习惯性地抱怨, 你真是不会做人, 付款的时候, 直接叫上我们, 签合同的时候写我们的名字不就行了吗, 还搞得这么麻烦, 那什么时候能去过户, 我笑, 急什么, 房产证都还没办到, 过什么户, 张倩有些皱眉, 那你赶紧去办啊, 抓紧时间过户, 不然到时候小军上学报名都不够时间, 此刻的我无比庆幸, 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没有带他们一起, 要是带去了, 那现在这套房子一定是他们的名字, 我不紧不慢地放好合同, 然后打开门, 都看了吧, 还满意吧, 他们都点了头, 只有我妈, 依然扑我, 还是不会做事, 接下来还有一堆麻烦, 你啊, 就是蠢, 怎么都教不会, 对, 我学不会他那些扑女儿的招数, 但是现在, 我指着门, 都满意的话就走吧, 看看就好, 张倩突然一拍脑袋, 对哦, 这房子都装修好了, 老公, 你赶紧回去, 把那边的东西收拾一下, 今天就搬过来, 这里住着多舒服啊, 他们又急急忙忙地走了, 迫不及待地回去收拾东西, 我也锁好了门, 回自己的家和老公女儿一起过中秋, 老公安慰我, 看清楚了也好, 以后少来往, 是的, 少来往, 不值得, 月饼还没吃完呢, 我妈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还真是迅速, 苏瑶, 你怎么不在新房子里面, 我们敲了半天的门, 都没人开, 我看着圆圆的月亮淡淡地说, 我在自己家陪老公孩子呢, 他声音高了八度, 你神经病, 不是说了我们回去搬东西来的吗, 你跑回去做什么, 哪天不能陪你老公孩子, 非要现在回去, 你赶紧过来, 我们一大家子带着东西都在门外等着呢, 我想起他们带着一堆东西站在楼道里面, 吃壁门羹的场面就想笑, 反正都等着了, 那就继续等吧, 我继续悠闲地和老公看着月亮, 女儿已经睡着, 张倩的电话没多久又打了过来, 你到哪里了, 快点, 我儿子困得不行了, 他说一定要睡新房, 你赶紧, 我嗡嗡了两声, 然后拉黑了他的电话, 顺便也拉黑了他们所有人的电话, 这么好的日子, 这么圆的月亮, 不要打扰我和老公赏月的好兴致, 果然没有电话打扰, 我清静了一会儿, 但是我疏忽了, 他们又打给我老公, 这次我接都没接, 直接全部拉黑, 世界安静了, 我也该睡了, 就让那贪婪的一家人继续在楼道里面等着吧, 反正这个天气也不冷, 其实不遭罪的, 谁知我刚睡下没多久, 就被咚咚咚的敲门声吵醒, 打开门一看, 好吗, 那家人除了我爸和小军以外, 三个人都凶巴巴地站在我门口, 尤其是张倩, 伸手就是一个巴掌给我甩过来, 我来不及反应, 硬生生地接下了他这一巴掌, 苏瑶, 你有病吧, 大半夜地把我们全家丢在那边喂蚊子, 你自己在家里抱着老公赏月睡大觉, 你怎么这么神经, 心肠这么坏, 我妈接着骂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 你说到底想做什么, 明明知道我们回去收拾东西了, 你不在那边等着, 反而自己跑了回来, 到底是想干什么, 我摸着被打得火辣辣的脸, 反手就是左右开弓还给了张倩, 这些年我是太给你们脸了, 让你们一个一个地这么欺负我, 你们自己想想, 一年到头我给你们买了多少东西, 花了多少钱, 结果呢, 我中秋回去没带东西, 你们要给脸色, 我女儿吃只螃蟹, 你们都要打要骂, 现在好了, 我什么都不买了, 什么都不给了, 我也不回去了, 你们怎么又不开心呢, 怎么又找过来了了呢, 张倩被我打了两个巴掌, 她怎么能接受的了, 马上跺着脚, 苏远, 你就看着我被她这么欺负, 你还是不是男人, 苏远撸起袖子手, 就朝我伸了过来, 我正准备拿门边的棒球棍子时, 老公从我身后冲过来, 一脚把苏远踢飞机迷远, 垃圾, 我一直把你们当作摇摇的亲人, 对你们的贪婪, 争之眼闭之眼, 但是你们非但不感恩, 居然还冲到我家打我老婆, 当我不存在吗, 苏远痛苦地捂着肚子流汗, 我妈见她的好大儿被打, 那怎么能受得了啊, 暴跳如雷, 你们反了, 简直反了, 女儿女婿居然敢打娘家人了, 大哥大嫂都敢打,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我这个妈, 她儿子被打她就不得了, 可是刚刚张倩打我的时候呢, 她一声不吭, 甚至她还想亲自动手, 打我几个巴掌吧, 说不难过是假的, 她是我妈, 我们两个人的妈, 区别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这个女儿, 在她眼里永远就是不值钱的那个, 是只能给她花钱, 只能孝敬, 不能索取一点的那个, 可是凭什么呢, 我也是她生的呀, 她生了我, 却又不喜欢我, 凭什么呢, 我就是不服气, 我就是不明白, 我拼命忍住要掉下来的眼泪, 我也是人, 我已想要家庭的温暖, 我也希望得到爸爸妈的爱, 所以这么多年, 我一直贴补娘家, 把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东西都送给娘家, 就是为了得到那一点点父母的爱, 可是, 他们终究还是不爱我呀, 我终究还是失望了呀, 我眼眶通红, 直勾勾地问我妈, 你只看到苏远被打, 那我呢, 我没有被打吗, 她被打你受不了, 我被打你是不是还在心里叫好, 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错了, 反而理直气壮, 你那是活该, 谁让你顶撞大嫂, 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嫁出去的女儿, 在娘家是没有地位的, 让你回去都是对你的恩赐, 我真想大笑三声, 那我谢谢你们了, 以后你们也不必再恩赐我, 我不会再回去你们那个家, 从今天开始, 我发誓, 永远不会再踏进你们那个家半步, 说到做到, 我妈脸色变了变, 嘴巴张了好刺, 最后才说, 你发什么疯, 想和我撇清关系, 我是你妈, 生你的妈, 你身上流着我的血, 永远也撇清不了, 张倩也是愤愤地指责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以后就跟你妈没关系了, 想得美, 她老了, 该你养老的时候了,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苏元也跟着附和, 对, 我正想告诉你,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马上把爸妈送到你这里来养老, 我们一家去新房, 呵呵, 商量得真好, 可是我不同意, 张倩突然想起现在来的目的, 把新房的钥匙交给我, 我困死了, 懒得跟你在这里瞎扯, 我妈也跟着她一起要, 对, 先赶紧把钥匙给我们, 然后你抓紧时间去过户, 我和你爸明天就搬到你家来, 我真的笑了, 一边笑一边流泪, 他们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安排好了一切, 住我的房子, 然后把年迈的从来不爱, 我的父母丢给我, 想得真美, 我像听不懂一样反问他们, 什么房子, 什么钥匙,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妈急了, 伸手又要来打我, 你这个死东西, 还在这里装什么装, 赶紧把祥和花园的钥匙给你大扫, 一天到晚的脑子就却跟巾, 什么都要我教, 这么多年也没把你教聪明一点, 我抓着他的手腕冷冷地说, 妈, 最后一次喊你妈, 这辈子你都不会再听到我喊你一声妈, 你听清楚, 都听清楚, 那房子, 你们想多了, 根本不是给你们买的, 就是我自己的房子, 我安安上小学的房子, 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自信, 我会轻而易举地给你们买几百万的房子, 你们到底哪里值得, 我花这么多钱, 你们说, 说呀, 哇哦, 他们都疯了, 个个赤红着眼睛, 在圆圆的月亮下面, 真的跟传说中的吸血鬼一模一样, 太像了, 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我必须远离这家人, 远离这吸血的一家人, 永远不要再靠近, 张倩第一个大叫, 你放屁, 之前你才说, 这房子就是给我们买的, 给我小军的学区房, 才过了几个小时, 就变成你赔钱货的了, 凭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上那么好的学校, 一个蠢货而已, 我啪的一声, 甩了他一个大巴掌,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张口闭口, 就是我的女儿赔钱货, 蠢货, 你自己不也是个女人, 在你眼里, 你不也是个赔钱货, 你怎么不自己去死了算了, 活着浪费空气, 他气得张牙舞爪想来打我, 可惜, 老公挡在我面前, 他根本都进不了我的身, 他只能去逼我妈, 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白眼狼, 吃毒食, 自己住着这么好的大别墅, 还要贪心地霸占我儿子的学区房, 我告诉你, 今天无论如何你, 也要把房子给我要回来, 不然你就死在外面, 休想进我家的门, 太毒了, 这就是我妈喜欢的儿媳妇啊, 榨干女儿补贴的儿媳妇啊, 这到底算不算是她的福报呢? 我妈被张倩吓到了, 怎么惩罚她都可以, 但就是不能拿小军来吓唬她, 那是她的命, 她咬着牙齿骂我, 苏瑶, 我是你妈, 你的命都是我给的, 现在要你一套房怎么了, 要你一点钱怎么了, 要你给我养老又怎么了, 这些都是你该给我的, 是我应得的, 不是你施舍给我, 赶紧, 把钥匙给你大扫, 不然, 别怪我闹事不给你脸, 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要你生的我, 不是你自己生的, 是我强迫你生的, 笑死了, 你闹事, 闹啊, 我看你怎么闹, 这么多年, 我该还你的也还够了, 只有多没有少, 你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为什么生我, 她身体往后缩了缩, 因为她生我不是因为喜欢我, 不是因为爱我, 从我出生, 看到我是女生的那一刻, 她就已经打定了主意, 我的用处就是给苏远减轻负担, 我负责他们老了的一切, 而苏远只负责潇洒一生, 所以她一直扑我, 给我灌输娘家人最大的观念, 告诉我, 不管嫁不嫁人, 任何时候都是娘家最大, 甚至我刚结婚的时候, 她还要苏远到我家来指手画脚, 当我家的一家之主, 要不是我当时极力反对, 而我老公也比苏远那个废物有本事多了, 不然, 她现在真的可能就在我家当家做主, 张倩眼看, 我妈气势下去了, 那怎么行, 她又继续拱火, 我不管, 反正不管谁买, 我有房子就行, 我儿子有好学校就行, 苏远不买, 那老太婆你就买, 总之, 我就是要学区房, 我妈一听要她出钱, 那不是要了她的命吗? 她哪里拿得出来这么多钱, 张倩还在说, 要是你们都不给, 那我就和苏远离婚, 带着小军嫁给别人, 让她叫别人爸爸, 总有人给我们买房, 哈哈, 我妈吓死了, 小军那是她的命根子, 她只有继续骂我, 我生你出来的恩情, 你这辈子都还不清, 苏远, 今天要么把房子给我, 要么你就把命还给我, 太狠了, 她说这话, 真是让我伤心到底, 我的命, 现在就还给她, 就看她敢不敢要, 我冲进厨房, 就拿了一把菜刀, 他们看到都吓得连连后退, 老公也吓得面无血色, 别, 别冲动啊, 老婆, 你还有我, 还有女儿, 千万别冲动啊, 他们都以为我气疯了要大开杀戒, 可是他们都错了, 我把刀递给我妈, 来啊, 我把命给你, 你拿去, 拿去啊, 我还给你, 全部还给你, 她吓傻了, 没想到我这么疯吧, 她疯, 我也疯, 我就看看, 今天到底谁更疯, 我要不是这一次疯到底, 以后他们, 还会无穷无尽地来找我, 永远摆脱不了, 要闹, 就闹一次大的, 闹得他们再也不敢来找我, 她双手挡在胸口, 把刀往我这边推, 你, 你别冲动, 我只是说气话而已, 我怎么可能真的要你的命呢, 你是我怀胎十月生的呀, 怎么就不能理解我的一片苦心, 她又来了, 又开始扑我, 可惜我现在一个字都不会听, 我是你生的, 苏元也是你生的, 你同样怀胎十月生的她, 可你对我们的态度天差地别, 就因为她是儿子, 你舍不得她吃苦, 舍不得她花钱, 什么都指望我, 我今天, 就告诉你们所有人, 这个冤大头, 我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 我最后瞪着比他们还要红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妈, 来, 刀给你, 我的命也给你, 你拿吧, 拿去吧, 她吓得连连后退,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又把刀给了张倩, 你呢, 你要不要, 给你啊, 拿去啊, 不是要打死我吗, 她跟我妈一样, 退得更快, 我继续递给苏远, 还有你, 你怎么想, 要不要, 来, 刀给你, 想打死我就趁现在, 错过今天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机会, 她结结巴巴, 摇摇, 你别冲动, 没有那么严重, 千万别冲道啊, 哥怎么会打死你呢, 永远不会, 我又笑了, 看着他们所有人, 我给你们了, 你们都不要, 那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 我们一刀两断, 永远都不要找我, 知道吗, 他们都不敢再说任何一句话, 生怕一个不小心刺激到我, 到时候不是我死, 就是他们死, 总之不可能善终, 给你们机会了, 你们都不要, 以后, 我们桥归桥路归路, 你过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谁都不要找谁, 我用力地关上房门, 把那贪婪的一家人关在门外, 老公赶紧拿下我手里的菜刀, 腿都在打哆嗦, 你太飙了, 吓死我了知道吗, 连他都吓到了, 那贪婪的一家人, 也被吓到了吧, 很好,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吓得他们再也不敢出现在我面前, 果然, 他们好久没有再来惹我, 我以为终于要清静了时, 两个月后, 我妈又来了, 当然目的还是那套房, 我二话不说, 依旧提着菜刀, 只有一句话, 命给你, 来拿, 你来拿呀, 他仓皇而逃, 嘴里不停念叨, 疯了, 你真是疯了,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 我终于清静了, 等到第二年安安上小学时, 我带着他搬进了那套学区房, 听说小军因为没有房产, 找不到对口的学校, 苏远和张倩又没有钱让他去上私利的, 他只能回老家, 村里上学, 张倩不同意, 他在家里大闹了几天之后, 逼着我妈把唯一的二十几万积蓄给他让小军上了个最便宜的私利, 而张倩拿到我爸妈的所有钱后, 马上和苏远离了婚, 迅速嫁给一个老头, 爸妈气得差点晕死过去, 而苏远也怪爸妈没有给他挣到一套学区房, 害他妻离子散, 一气之下去了国外说要去挣大钱回来抢儿子, 但是没多久, 我就看到他出现在被诈骗遇害的名单上, 爸妈崩溃了, 孙子被带走了, 儿子也没了, 他们也不敢来找我, 最后双双喝了农药, 我还是去给他们收了尸体, 送他们去火化, 但是我一个骨灰盒都没给他们买, 随手就把他们撒在了火葬场门口的垃圾桶里, 他们不需要轮回, 不需要转世, 不然不知道又会去害谁, 这辈子, 他们生了我, 却没有善待我, 我不欠他们的, 能给他们收尸, 已经是我对他们的最大恩赐, 就像当初我妈说的, 肯让我回娘家也是对我最大的恩赐, 她对我所有的恩情, 我全部还给了她, 从此再无思念。